好 趕快來品嘗一下 我們雷師傅的紅番茄白蝦香檸 沙拉 對 真的 我剛剛有偷偷嘗了一下 他們說廣告時間不能吃 開始錄了 說還可以吃 我剛才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那個醬是靈魂 對不對 因為不錯吧 一定有幾乎一般的 而且說實在這樣搭起來 我覺得可以吃到很多 不同種類的蔬菜 而且很清爽 超清爽 你這樣跟大家快速講一下 那個醬怎麼調的 好 其實我們這道菜 儀里還有我們院長 有沒有吃到有一個 第一個有香蔥味 香蔥有味道 它味道就很特別 第二個我用所謂的香草油醋 香草油醋就是有 你用義大利綜合香料 加一點蘿勒葉 跟我們的橄欖油就OK了 繼續要菜了 要牽手的還有哪些食物 觀眾朋友要特別注意一下 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也吃到芹菜對不對 芹菜也是兩拌菜之一 芹菜不能加什麼呢 來看一下 不能加魷魚 我們客家小草 媽媽會加一些 會加芹菜對不對 還有再看一下 這個是一道料理對不對 另外再看一下 檸檬不能加什麼呢 檸檬 檸檬 應該是百搭吧 不能加什麼菜了吧 檸檬不能加荊棘 哪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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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營養師一直說 為什麼芹菜不能加魷魚呢 這農民在哪裡有什麼 沒有呢 這個是我們最近 大概這十幾年來發現 因為像我們的蔬菜裡面 因為我們可能用蛋肥去種了蔬菜裡面 它的雅硝鹽的含量是很高的 包括芹菜 白蘿蔔 大白菜這些 雅硝鹽跟胺類會形成雅硝胺 雅硝胺是我們在講 所謂的一個胃癌 胃癌跟腸癌的一個致癌物質 剛好我們的乾魷魚裡面 它的胺含量很高 所以是乾的 所以會比較有一些狀況就對了 對 所以這樣搭起來 剛好形成雅硝胺的一個反應 就是變成雅硝胺 所以盡量就是說不要 因為其實這個是一道 很著名的料理 就這樣很多人會這樣搭 你可能就頻率上不要吃的太多 這樣子的話 可能芹菜也不能配培根 也不能配香腸會不會 沒錯 因為就是說 不是 應該是說 香腸跟培根 它是屬於雅硝鹽很高的 它不能配魷魚 然後不能配這些 比如說乾的青魚這些 就是胺類很高的 對 所以我們之前講 那烤肉有沒有 一樣 就是說香腸類的東西 不能配優酪乳胺類的東西 因為形成雅硝胺這樣子 但是它知道是有解藥 解藥 就是如果廠長很喜歡吃這一道的 喝旁邊這一杯嗎 對 金桔檸檬 檸檬不能加金桔 可是這C很高 對 解它 雅硝林真的講對了 就是它有一個解藥 就是維生素C高的食材 所以你可以吃 現在其實 現在夏天很多巴勒 對 奇異果 上我們講說帝王巴勒嗎 對 奇異果 然後或者是說像 我們剛剛第一段提到木瓜 這個其實都是 維生素C很高的水果 是 如果你餐中真的 比如說你到人家家裡 做客人 人家出這一道菜 你總是要吃 吃完之後你就吃這些 維生素C高的水果 為什麼兩個不能搭在一起 我們去喝飲品的飲料的時候 想說珍珠少一點 但是這個會加多一點 這樣配不行嗎 它有兩個 你們不能加金桔 有兩個風險 一個風險就是說 因為這兩個都是酸的 所以其實對現代人來講 如果真的是胃不好的 它會變成是說太酸了 好 這是第一個風險 會刺激胃 太酸了 好 第二個風險來自於哪裡 就來自於它太酸 會加什麼 會加糖 所以太酸了反而加更多的果糖 所以它本身是無罪的 但是你這樣大 因為太酸了 就又放很多糖 對 然後變第二個風險 就含糖量就會增加 其實你要適當去調理 這個適當的去搭配 所以你剛剛講說要好牽手 就是要好好兩個互相 要研究怎麼樣搭配 因為你現在如果說是 檸檬又加這個甘吉列 第一個刺激 你馬上就是讓胃酸分泌增加 假設你有胃食道逆流 或標淺性胃炎 那當然馬上就引起胃酸增加以後 就有可能慢慢 你如果長期喝 就有可能會產生消化性的潰瘍 消化性潰瘍 就胃潰瘍 手指腸潰瘍 這樣一個情形 所以壓不好 你就先把它創傷在它的地方 我懂了 這就好比就是說你 如果兩個都太主觀的人 在一起的話 可能沒太妙了 這樣還不是比較不適合 對 要再調一下 那就是更圓滿就對了 好 所以這個檸檬不能加甘吉 好 今天我們有好禮要送給大家 依老師幫我們先出一下題目 觀眾朋友 今天很聽 我們要怎麼搭配 因為時間關不然我們說得清楚 但你拿著這本雜誌之後 你就可以好好看 好 今天題目是什麼呢 今天題目是節目中介紹 預防中風的牽手食物是什麼 就是預防中風的 然後是好的 牽手 就好的食物 吃什麼東西 好 所以觀眾朋友 你才知道答案 是預防中風 你心肌根色不一樣 你正常看來就知道答案 沒有辦法 感謝我們FB 我們隨意抽樣子 送給你這面好雜誌 你告訴你 我們要安心食物採買 到哪一些地方 會比較吃得安心 還有剛剛講 你好牽手要怎麼擠 怎麼搭 如果不適合我們的瓜金 和平擠 這樣可能比較好 那就可以讓我們 償命百歲 好 趕快上網去搶答 另外我們要找到好的牽手 特別是檸檬加什麼 可以促進我們的新陳代謝 現在很多人在喝檸檬水對不對 對 加這邊可以嗎 是什麼東西呢 這什麼 這個是你剛剛的啤酒嗎 不是 啤酒 啤酒是不是 這綠茶 對啦 茶 這兩罐是什麼 這不是剛剛你那個料理的嗎 這是什麼 這是黑胡椒 這樣子搭起來 是說檸檬汁幾句 再加黑胡椒 這樣可以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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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好喝呢 還有預防中物的好料理怎麼搭配 聽說牛肉不可以炒菇菜 可是它不都這樣炒嗎 農民在上面都說不可以 那怎麼樣找解藥 等一下告訴你 百萬人瘋傳單痛貼布聚失眠 在哪裡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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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衣和專家 求救護健康 在哪裡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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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噹噹 熊蓋肉 養生配搏 在哪裡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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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學 好實用 週一到週五 上午十點 單立台灣台 健康有方 讓你健康N四方 你跟那個老闆的床很近 到什麼程度 你怕你 也沒找人去拿錢 我現在絕對會怕死 我七十人的感受 就是當金米 不會有百人 你感到救助 你後 絕對不會跟那個老闆 那個床很近 什麼事 你還不願意去拿錢 碰到他自己的 我就是你跟爸爸 你也要 有一個碰到的人 每禮拜後 晚上十點半 三立台灣台 北林寫完夢 我們要在拜拜 對 一直把薄薄 啊 你不要給你拜薄蜜啦 媽 薄蜜可以出來拜啦 喔 心杯 國菜力量 嗯 想不到 拜拜用薄蜜 五百五薄筆喔 欸 你還說有回來喝薄蜜耶 外面 下燙去 你問 切暖去 我沒有口很痛 優老安 配燒跟水 弟弟 又進入口 三幾乎算票 優老安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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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愛我的阿嬤 八十歲啊 我這麼年輕 八關路走 改天空 他都知道要每天喝 貴格雙認證奶粉 貴格有九十五百五輪粉 改持過得到 這樣又沒有貴 有三億軍 五月燈 咖啡咖啡 有兩張認證 真正健康 謝謝貴格雙認證奶粉 照顧我最愛的阿嬤 我們台灣人的電視台 二十九頻道 三立台灣台 德國百靈油 可有效舒緩頭痛 腸胃不適 及感冒引起的呼吸不順暢 德國百靈油 隨身必備的舒緩專家 德風健康館 自然靈的堅持 有如給寶寶的食物 這瓶幽默乳 無添加糖 無添加香料 無添加奶油 無添加色素 無添加防腐劑 服了幽默乳 添加珍貴的龍根菌 讓健康在你的身體裡自然發酵 自然靈的力量 不熱自然靈 要熱乳 好 我們要一起來找健康營養食物的好牽手 跟好食物 好 剛剛講了檸檬搭綠茶 不錯 可是通常這樣太酸 喝不下去會加糖 還是變糖不要加胡椒鹽 是這個意思嗎 院長 這樣可以嗎 不是 事實上是有它的作用在 比如說這個綠茶它本身 就有抗氧化消除自由基的作用 這樣搭一組 對 因為為什麼 胡椒鹽搭一組就對了是不是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平常 這個綠茶裡面含有鵝茶素 鵝茶素 這個是我自己也發表在國際的 paper 就是文獻裡面 為什麼我們很多人 都做了很多的鵝茶素以後 自己吃了鵝茶素以後 怎麼沒有被吸收 原因就是加了酸的東西 它就比較能吸收 那麼當然很多人說 你為什麼一定要加檸檬 其實我中藥 我就不一定要加檸檬 加山楊 山楊 對 酸的是不是 它馬上就提高它的吸收力 那麼我們當然平常有些人說 我不要吃中藥 你就吃檸檬 加上檸檬 它很容易被破壞掉 如果說加了這樣酸的檸檬 或是黑胡椒 它能提高它的對鵝茶素的吸收性 所以綠茶加化美也可以 其實建議加的是維生素C高的 C高的 可以保護所謂綠茶裡面的EGCG 這個抗氧化成分的吸收率提高 所以你可以加一些柑橘類的 然後加一些檸檬 然後或者是說 剛剛院長提到那個中藥的山楂這個 對 是這樣子配合 這個就是做料理吧 這樣不能吃 它應該是做料理用了吧 胡椒裡面它有一個胡椒鹼 那胡椒鹼其實也可以幫助 綠茶裡面的抗氧化成分 提高它的吸收率 所以它其實是胡椒要加到 那個綠茶裡面 我這樣子配不對 應該是要這樣 對不對 剛剛是這樣配對不對 對 然後現在是應該是要這樣 再配過來 對 沒有啦 這是這樣 但是我們台灣人 台灣人看了牙方之後 說這兩個都有 我都把它加下去 不是 這樣斷加也不行 還是要有的道理就對了 我們說要切也不是沒道理的 現在來看 好 來師傅幫我試一下 快點 來 我要換下一張 對不對 好 來看看 哪些師傅是真的分手切了吧 好 切了吧 牛肉不可以加什麼呢 不可以加菇菜 這是牛肉 不可以加菇菜 其實這個農民裡頭有什麼 不是這樣說 不是這樣炒菇菜 不是這樣說 其實牛肉還有營養價值很高 它韭菜也是很好 尤其韭菜花 還有男性荷膜更高 韭菜不是起洋草嗎 起洋草 對啊 對 起洋草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以前的人比較保守 對 你不能用牛肉加這個 每天都要辦事 對 經歷旺盛 對 經歷旺盛 對 經歷旺盛 事情都沒做 都在做那個 如果以營養學來講 是不會衝突就對了 其實不會 因為牛肉裡面的薪含量也很高 蛋白質也很足夠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韭菜的部分 它的薪含量也滿高的 所以對現在人反而是什麼 因為院長說以前的人事情做太多 現在的人生不出來有沒有 對 生不出來小孩子 反而需要薪跟蛋白質 所以這樣的組合其實是好的 所以這樣子他應該是要牽手 牽手 牽手 對 現代人來講 對 現代人 以前是說真的會切 對 但今天是說要把這個先照顧 變得好牽手 是OK的 所以韭菜跟牛肉是可以搭的 好 另外我們再來看到說 黑豆加甜椒 是能夠幫助甜吸收 為什麼呢 以理 因為其實很多人 他吃黑豆 他有個觀念是 因為他是在植物裡面 豆類裡面 他算鐵含量還滿高的 是 可是鐵含量再怎麼高 他都是屬於植物性的鐵 對 所以基本上他的吸收率 是比較低的 所以你要加一些 維生素C高的蔬菜進來 比如說甜椒 或是說像地瓜葉 或甚至於你吃黑豆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搭 所以你加檸檬也可以吧 對 檸檬 柑橘C高的 對 他可以幫助黑豆裡面 這種植物性的鐵 把他的吸收率提高 但是他重點是什麼 就是不要隔太久 比如說你今天餐中有黑豆 你可能半個小時內 就要補充維生素C高的水果 或者是你餐中 就吃這種甜椒類的 你甜椒不能煮太熟 最好是涼拌的 很多都用涼拌的 太可口就對了 好 最後牛肉加什麼 我們看預防中風 就剛才要教大家 這個題目 答案就出來了 好 牛肉加 花椰菜 花椰菜 這抗氧化也是第一名 搭上牛肉是絕配 為什麼呢 因為花椰菜是十字花科的 對抗癌對很多營養價值 真正的 預防相關的疾病非常多 當然你要加上牛肉 所以你身體上的蛋白不會缺乏 脂肪不會缺乏 再加上很好的十字花科的 這種花椰菜 當然結合在一起就非常好 好 這樣要把它變出一道好料理 我們就要有請雷師傅了 通常我們的花椰菜 都是汆燙比較多 對 我們今天也是有 好像在搭牛肉 對 我們今天有稍微把它汆燙過 但是我們今天 很特別的是說 我們今天跟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牛小排 澳洲和牛的牛小排 搭在一起 好 我們現在 首先我們還是用那種 冷鍋冷油的方式 來入菜 我們現在先將這個牛小排 都放進去我們的這個鍋子裡面 所以等一下你又一個靈魂 要再放上去對不對 對 對 我們在做菜 不是說你要找soul man 對不對 對 我們做菜要好靈魂的 對 好 我們現在 將我們這個牛肉 放進去之後 當然我們剛才 儀里這邊有講 像我們牛肉花椰菜 綠茶 加我們的黑胡椒 我們今天 就用這樣子搭配的 組合方式來做 當然我現在另外 有加了一些蒜頭 跟我們的薑片的部分 這蒜頭 我稍微去把它切開一下 對 好 我稍微去把它這樣子 所以這個也都不是要 稍微要爆香 都man 都man 我們稍微就這樣輕輕的 把它這樣子 切這樣大大塊的 等一下我們把它放進去 一起去把它做一個 炒香的一個動作就可以了 好 所以現在牛肉已經開始在 有一點滋滋作響的聲音了 滋滋響 對 我們現在 也切一點薑片下去 香 所以你的胡麻醬 也是自己等一下要調 對 我們今天有用一點胡麻醬 要去把它做這樣的一個味道 感覺呢 其實呢 我們的這個牛肉的味道 它其實是很多元的 你們要吃幾分少 對 三分 因為時間關係沒有 那個 因為沒有時間了 所以獎莫你們吃三分 沒有了 其實呢 我們用這個油 稍微輕輕的這樣 把它用冷鍋的油 就用一般的 一般的油就可以了 一般的油就可以了 好 那我現在呢 先將我們這一面的牛肉呢 先把它撒上一點 胡椒鹽 胡椒鹽 對 撒上一點 哇 香噴噴耶 是 對喔 對 好 我們現在來準備 將我們這牛肉呢 再讓它呢 在鍋子裡面停留一下之後呢 所以應該不必蓋鍋蓋 好 等一下要蓋鍋蓋 等一下要蓋 燜一下就對了 燜一下對 來 其實你看我們在吃那個 牛排有沒有 旁邊不是都會搭 兩朵那個綠色花椰菜嗎 對 其實今天這一道菜 剛好要相反 因為現在人其實 因為現在人很喜歡吃紅肉 所以為什麼會設計這一道菜 是因為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吃紅肉 你應該把旁邊這個主角 綠花椰菜 就是配角變成主角 對 就是你的那個綠花椰菜 量要多一點 它才可以就是抗氧化 成分高一點 好 我們現在把它煎一下之後 接下來我們剛剛有切一點什麼 蒜頭呢 所以你的蒜頭 不是像人家有些會應該怎麼 烤到乾乾 你的營養成分幾乎都沒有 所以我就想說 應該要生的比較好 對 我們其實 讓它保留一點 有一點生的那種口感 是OK的 我們稍微在鍋子裡面 就是像我們這個牛小排 在鍋子裡面 稍微讓它停留一下之後 現在我要準備蓋起鍋蓋之前 我們這花椰菜 我會稍微去把它汆燙 讓它殺心一下 OK 好 現在將我這個花椰菜 加上我這個 主角 對 要變成主角了 不能是配角 應該是說這樣子 是男女主角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要好先手 對 所以男女主角 對 你在吃牛肉的時候 不要把花椰菜 當成是配角 對 一樣我把它撒一點 我們的胡椒鹽 去把它挑一下味道 好 好 現在把它撒進去吃後 大姐我現在要準備一個 這個是 不是啤酒 不是啤酒 這是綠茶 對 這是啤酒 不是啤酒 OK 我們現在 現在這個綠茶 倒進去我們這個牛肉裡面 就是這樣 來增加它這個 水度跟茶香 我們要蓋起鍋蓋 一樣給它開 稍微大火一點 等一下我們準備要起鍋 準備呢 起鍋了 你看我們現在 對 讓這個顏色多漂亮 香噴噴 而且顏色之美 而且這個真的 十分鐘就可以上菜了 對 現在我們現在 再去把它烹煮一下之後 好 我們要將 我們今天用這個盤子很漂亮 真的 水晶盤 水晶盤 把它鑽鹽 對 我們現在將這個牛肉 把它夾起來 因為好的食材 你要搭上好的氣墊 好的氣墊 對 加分的作用 對 加分作用 對 用你食意大成 對 真的 是 好 我們剛才說要幾分熟 3分 3分是不是 好 其實牛肉 3到5分是最好吃的 你看大姐 我們現在 先把它切開一下 這還要看紋路怎麼切 這樣 這才是標準的3分 我跟你講 標準的3分 標準的3分熟 沒有不會洗淋淋 有的人會喜歡吃這樣的口感 沒關係 我們現在 比較嫩 對 好 現在把它切成塊狀 要是我們都會這樣直接這樣切 不行 要切斜的 我們把它切斜的 就是它的那個角度的部分 每一根 師傅 我們要不要關那個 沒關係 不用 不必喔 OK 好 先把它拿一塊起來 好 對 因為這個等一下我們 可能工作人員就把它吃掉了 好 因為他們也很辛苦 也是要多補一下 對 多補一下 好 我們現在先將火關掉了 OK 好 我現在先將現場 稍微分離一下 好 我們要擺盤了 好 現在我們現在 大姐 我們可以其實在家裡 也可以做像很法式的那種感覺 我們現在把我們這花椰餐 搭著一朵 我會趕快把這個拉開 對 不然會擋住了 對 這很漂亮 對 剛剛那蝦頭不要放進去 沒有 蝦頭這樣搭就 你不忘了 不好意思 都破壞了 蝦頭進來可能花椰餐更多了 對 真的 我們現在把它擺盤好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淋上一個 靈魂來了 一片就是要一片牛肉搭 也希望你早一天 找到你的心靈伴侶對不對 對 好 把它淋上一個 好棒 這很棒 一片牛肉搭一個花椰餐 如果在那個院長他不吃牛肉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換成什麼 那就是要問自己 對 其實我們這道菜設計的 就是給愛吃紅肉的人 因為愛吃紅肉 因為心血管疾病 但是你要怎麼去破解它 對 就是你要吃大量的蔬菜 所以今天給師傅 你看一片牛肉搭 一塊的那個花椰餐 應該是一小櫥 一朵那個花椰餐 對 我們現在這個 你看看 漂亮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我們的牛肉跟花椰餐 搭得很漂亮 真的 真的 好 這真的絕配 絕配